大家好,昨天是美国的投票日,有位华人在纽约长逃,开着他的皮卡车,车上插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旗帜,这是川普讽刺的标准动作,兴冲冲地带着他全家去参加支持川普的机会,想着等着投票结束以后一起庆贺。 结果呢,到那里人比较多,停车的时候呢,跟一些白人发生了争执,有个白人指着他的鼻子骂,拱回你的中国去,呸,你也配挺川普。 美国学局每四年闹腾一次,有好多变化,这次呢也有三个不变,第一,蓝红对立的格局,没变,第二,民调的不靠谱,没变, 第三,中国人的热情没变,这是杰斯蒙前最新的选举态势,拜登呢,已经确定拿到了264票,只要再拿6票,就获得了过罢手的270票,也就是说他只要把这个灰色的内华达NV这6票拿到,就肯定赢了,即使是川普把剩下的拿到也不行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川普把所有的都拿到,那就川普赢了, 但是从现在来看,剩下的正在统计的灰色的这三个州,川普也比较麻烦。 开始的时候呢,拜登一路领先,特别是他拿了这个最大的加州55票,纽约州29票,一下就领先了100多票。 那么川普呢,后起之追,特别是他拿到了第二大的德克萨斯30多票,佛罗里达的20多票,很快也就追上来了,而且呢,后边的这些摇摆州啊,似乎统计开始了,都对川普有利,追得很快,很快也上了200了。 川普呢,决不,他获胜了,底下人欢呼。 那么拜登呢,也宣布,他就在胜利的路上,也就是说, 这叫双赢,两方面都宣布自己赢了,挺好的,紧接着美国这就半夜就停止检票了,第二天一早上起来,局势大变,川普还发了个帖子,说昨天晚上,我看,都对我有利,我们赢到了这个选举,怎么一觉醒来,一个一个都变了,太奇怪了。 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南非的一个移民,在美国的主持人叫崔娃,他发了一个帖子,昨天天变黑了,然后今天晚上,从东到西,一个个又变亮了,是不是也很奇怪啊,讽刺这个川普呢。 这一切怎么发生的呢,根据规则呢,一些统计卸场投票的人,川普的讽刺,喜欢都是卸场投票,民主党的好多选民呢,邮寄投票,这都是法律和规则的容许的,那么最后开始统计这个邮寄的时候,情况就变化了。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三届领跑选举的Sanders,Bernie Sanders,他怎么讲一些像的。 要有与其权并de的尤其流量的。 在某一天的投票,或者可能也是当行为了。 这代表,你可能会有成长的大量的人。 所以,你可能会有与其民主持人的票。 那些第一位空中的勇工,如果有多人必须把他们的票工作又是横到与其他人的票, 会把派到选与其中一个位置。 在某个月时,不定不介意。 是许多的所以,第一位者会被准备可能。 那些人们在选择,会被人务价,但会被共产。 在10点上,特朗普在到18点上,特朗普赢贵在京市、県州、美国出身达, 才到死亡的台阶上,他自然呈現了点道, 謝謝美国人人們可以 ahí carrot,好好好看! 但次第五個 pod,所有的手段就發生了全票呈現, 所以明件事給了些部件, 在那時, Trump說, 他说:"See? I told you the whole thing was fraudulent, I told you those mail-in ballots were crooked, and I got, you know,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office." 休憶�acy 休憩票!! 在蒸德里、賓州、川普的支持者,在那兒抗議阻止 計票 休憩票! 休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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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聲在西雅圖發生了一些騷亂,有些人對學技結果不滿 курат能umb 如果你在那間人犯狀 你要去做 Resular Artist rum追了 找到ゲ descend 回去了 New York 回去了 ness段的地点 我们咬食べ vol来了 avoided Authentic堂 selbst上个月 管制得ty Ruth 《主子 aan》 《募鲁》 喊 现在选举的情况比较复杂 如果川普赢了 那就没什么事了 他不闹腾了 民主党笑得比较怂 不管是候选人 还得讽刺支持者 2000年的时候 民主党的格尔 跟共和党的小布什 选票不瞎杀下 发生了争议 后来速至最高法院 最后派决格尔输 他也就认了 讽刺也就没说什么了 散了 上一次 2016年 希拉里跟川普 也是发生了争议 希拉里虽然拿到了 更多的选民票 比川普多了三百多万票 但是选举人票 少于川普 根据规则他输了 他也认输 第一时间向川普祝贺 他的讽刺也就不说什么了 那么现在川普不干 肯定他要闹 一方面他向最高法院诉讼 另外他也让律师去起诉 让讽刺去阻止机票等等 你认为我们狠狠吗 你认为我们狠狠吗 把他的律师去 朱利安尼去起诉 但是这个过程比较复杂了 仿真美国的最终的 关华结果 也得一个月以后 因为一个月以后 才有代表各州的 500多个选举人 集中开会 再投一次票 走一下行驶 美国每隔四年 由于选举撕裂成这样 各有一派要支持 一半对一半 那么有人说 要么风产两个国家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不能只有一种身影 一个强大的美国 不能只有一个总统 刚才搞两个总统吧 这也不可能 美国历史上 1861年 由于林肯当选 南方不满意 好几个州退出 导致一场残垢拿摆战争 死了62万人 那个是 提及美国最惨烈 死人的最多场战争 再以后好多州 特别像加州 经济最发达 然后最多 也想要退出 好多次要想要搞公投 也不行 包括加拿大的奎百克 想法语的地方 经济也挺发达 想退出 也不可能 美国你要想加入容易 好多州还想加入 像阿拉斯江 从俄罗斯买的 后边加入的 还有夏威夷 美国是独立的国家 被美国吞并以后 也是后来1950年 选择加入美国 但你要想退出 可不容易 那既然不退出 这50个州在一起 人多嘴渣 难免吵吵吵吵 这样选取的这种折腾 可能还得继续下去 美国的新总统 是明年1月20日就职 这个期间 新旧总统 有一个权力交接 但是川普多次表示 他不会和平移交权力 前不经常在 进雪野讲的时候 他在比较狂热的讽刺 又说暗示 他说老拜登 瞌睡虫拜登上台以后 一个星期就会挨枪子 到时候卡美拉哈里斯 副总统贺锦丽 可怕的女人就会上台 就会把美国引下 万劫不复的经历 那么现在他发出了一些信号 我们看下面会怎么办 给大家持续报道 铁下又是什么事呢